Focus转到日本强震的能登半岛 规模7.6强震到现在余震不断 在1月3日持续发生震度5以上的地震 目前统计已经有73人罹难 300多人轻重伤 而重灾区石川县超过3万人避难 黄金救援72小时进入最后倒数 这些避难所求援之外 日向加强扩大 包括自卫队人员扩大 搜救还有消防人员的扩大 以及进驻的警察扩大 不过日本气象厅 已经针对部分重灾区发布了大雨警报 而且这些重灾区到周末气温会降到 涉事零度 甚至有可能下雪 这都让灾民的处境雪上加霜 日本能登半岛强震第三天 重灾区石川县轮岛市七层楼公寓倒塌 正当20名救难队员在搜救 一阵剧烈摇晃 让所有人急忙撤出 3号当地时间10点54分 又发生最大震度五强的地震 让搜救人员不得不暂时中断搜救 距离黄金救援72小时 剩下不到一天 日向岸田文雄在首相关底 召开紧急灾害对策本部会议 强调要与时间赛跑 岸田也宣布自卫队从1000人扩增到2000 另外加上日本全国各地的消防人员2000人 警察700人以及搜救权等投入救援 能登半岛知名观光地 据千年历史的轮岛早市 往年春节都是这番热闹景象 如今却成了一片焦黑 周边店铺和住宅超过200栋被烧毁 火灾发生约40小时后 现场人貌白烟 弥漫浓重的烧焦味 灾后景象叫当地居民难以置信 不知该从何着手收拾山后 日本百大名城之一的金泽城 一共四处石墙倒塌 热门景点兼六圆 也因石灯笼损毁暂时避原 根据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 这次规模7.6强震 可能是由东北往西南 延伸约150公里的活断层 位移导致释放的能量 甚至大于2016年的雄本地震 日本气象厅也表示 观测到震度7的石川县至赫丁 摇晃程度堪比311东日本大地震 不过非常时期 日本社群却出现不少错误 和造假的灾情和求救讯息 有po文称这场地震是人造地震 相关贴文高达25万则 有的点阅率甚至超过800万次 使用过去日本气象厅 或无关的画面贴文 也有百万点阅 让日本专家和官方纷纷出面驳斥 这次地震引发的海啸也对日本海沿岸地区造成极大破坏 石川县株洲市海岸边 汽车被海啸卷到民宅旁倒挂在墙上 从卫星照片也可以看到 原本岸边整齐的木造民宅 经海啸蹂躏只剩一片残骸 株洲市长表示 市内6000户 90%几乎都被摧毁殆尽 新西县海水浴场周边也一样 跟过去画面比对 灾后附近道路几乎消失 目前石川县19个市镇 一共33000多人避难 部分地区断水断电 不少避难所已经出现物资短缺 前一天位于株洲市的 金泽大学设施停车场 用折叠椅排SOS的字样求援 沿岸地区也有灾民用瓦片 排出求救讯号 当地的能登机场 目前跑道依然关闭 这两天的班机全部取消 小松机场则正常起降 北陆新概线也全线恢复通车 TV新闻众和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